当地时间8月7号 科特迪瓦独立64周年庆典阅兵室 在经济首都阿比让举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 驻吉布提保障基地分队 在典礼活动上亮相 上午9点半 科特迪瓦总统瓦塔拉 抵达阅兵现场 名礼炮后 阅兵分裂室拉开帷幕 授阅方队有陆海空三军 宪兵警察等相关机构 组成的徒步方队装备方队 共约5000余人 从检阅台前 依次通过接受检阅 应科特迪瓦国防部邀请 中国人民解放军 驻吉布提保障基地分队 53名官兵参加了 本次阅兵典礼 充分展示中国军人的形象风采 参加科特迪瓦独立64周年 阅兵庆典活动 向科方及各国代表 展示了中国军队和平之思 挥舞之思 文明之思的良好形象 体现了中方对发展 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 巩固加深了两国两军之间的 传统友谊 感谢中国人民解放军 驻吉布提保障基地分队 参加我们独立64周年阅兵典礼 这展示了科中之间的卓越关系 中国与科特迪瓦 有着深厚的友谊 期待与中国有更多领域的深入合作 接近了 种植物